看到前週馬英九昨天在致辭的時候呢 他就特別談到了 好 在從金門漁船翻覆事件可以看到 即便失去了兩條人命 民進黨還是不知道怎麼跟大陸打交道 所以讓台灣陷入不必要的國安風險之中 那麼同時呢 他也表示了 這個兩岸應該要盡速的恢復正常交流 在他總統任內兩岸交流制度化 當時部會首長跟大陸的對應部會首長 能夠直接建立一個連通的管道 打通電話就可以解決 特別是M503航線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了 成功讓大陸把航線往西偏移六海里 那麼現在民進黨讓台灣陷入個不必要的國安風險 好 看到呢 這個陸委會的副主委兼發言人詹志宏 他就說目前的現況還在可控的範圍 他說馬前總統如果多鼓勵中共更有自信跟我們談 希望他能夠扮演這種角色 而不是片面的要求我們的政府 那麼也說了 除非雙方說永遠不談判 否則沒有破例的問題 只能說這是一個階段 好 請教大顯哥 當然啦 就是說當時國民黨在執政時期 這個因為有兩岸之間有很 這個彼此可以接受的一個互信的共識跟基礎 所以兩岸關係相對來說是很和平穩定的 那麼其實在那個年代裡頭 兩岸 除了兩岸之間彼此是和平穩定的進行交流互動之外 在其他幾個層面上其實馬總統當時 還達到了更好的效果 譬如說外交修兵 所以兩岸之間不用再搶邦交國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立法院我們省預算 我們的外交委員會不用再編這麼多機密預算 去滿足我們的邦交國的這些要求跟勒索 甚至有一些邦交國原本想要借機聲勢 想要跳槽的跑到了北京政府 也被北京政府拒絕了 所以因為兩岸之間現在就是邦交國 已經這個凍結起來了 彼此之間是互不挖牆角的 所以就算你跟台灣斷交了 我們也不會跟你建交 在這種情況之下 原本要斷了這個邦交國又跑回來了 那這就是在馬總統的一個時代 就是說當這個外交可以修兵 軍事可以修兵 我們不用再拿錢去給邦交國 我們不用再花錢去買很貴 但是又不切實際的一些舊的武器 我們有更多的選擇權 那是兩岸的一個黃金的時代 那麼當然在民進黨執政這八年來 兩岸關係就越走越糟了 蔡英文時代就已經不怎麼樣了 到賴清德時代看起來 更是沒什麼可以讓大家來做期待的 剛才亮哥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賴清德或者是民進黨 試圖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壓縮 國民黨發言的空間 但是他們這個招數要有兩個風險 第一個風險就是當中國大陸 這個反江一軍 這個江濟救濟 步步進逼到最後臨界點的時候 你要不要反應 這是第一 對 那麼你反應 兩岸就開始兵凶站圍了 你不反應 你就軟弱 你就吃肯 你根本就不敢抗中保台 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你連反應都不敢 那你到底敢幹什麼呢 第二個它的風險是什麼 就是說民進黨玩抗中保台 這一套已經玩了很久 但是在台灣抗中保台 是有一條紅線的 就這條紅線是什麼 就是不能夠真的發生戰爭 就台灣的年輕人 現在為什麼對民進黨這麼憂慮 就怕真的發生 他不想發生戰 他不想上戰場 又不是我們兩個去打 真的發生戰爭 絕對不是我跟亮哥兩個 第一線絕對就是我們台灣的子弟 台灣的年輕人 那他們何苦來哉啊 就對他們來講 他們已經是不藍不律 沒有什麼色彩 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沒有什麼統獨主張了 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好好的過日子 我幹嘛去打仗啊 所以你去鼓動他們 仇視中國大陸 敵視中國大陸 也許在民進黨的這種洗腦的 這種工作下 可以有一點效果 可是當你把它推到戰場的時候 十幾年的時候 奧布 對 所以其實 對國民黨來講 這是一個短 這個空藏多的局面 就是以現在這個局勢 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收手 那麼民進黨看起來 也沒有任何的退路了 所以也許在短時間之內 國民黨的確在兩岸問題上的發言 會受到壓縮 但是到另外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那麼國民黨就可以扮演 另外一個角色 至少可以讓大家重新回頭思考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我們給台灣帶來了什麼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在馬總統執政的那八年 因為有兩岸之間的 這個和平穩定的共識基礎 所以兩岸之間可以進行大量的交流 我們可以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包含當時在釣魚台水域的時候 那個馬總統提出 東海和平倡議的時候 如果沒有北京政府的配合 那個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掉 那個紛爭也不可能平息的 但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兩岸之間 必須要有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 那麼如果民進黨 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 除非它能夠發展一個新的共識 它如果想用現在這種辦法 繼續混下去 我認為 北京政府不會讓它混下去的 所以接下來民進黨政府 可能就要面對 北京政府步步進逼的壓力了 那在那個臨界點發生之後 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 那就是很難收的爛攤子 大先生是因為你對兩岸 你可以講得比較清楚 我並不認為國民黨這 52加2的立委 都可以把兩岸的立場講清楚 我講白了嘛 有些人九二共識都不願意講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他沒問題了 可是他現在不是立委 就是說這樣的立委有多少 比如說李永平也可以講清楚 可是有很多就是會散這種問題 當然大先生剛剛講的一個例子 是真的會碰到啦 比如說對岸的海警船 就開始進入你的海域 那民進黨一定假裝沒看到 因為他沒有辦法反制嘛 所以他只好假裝沒看到 這就進來了 是嘛 所以他還只能假裝沒看到 可是一定 因為這是新聞嘛 可是大家看得到啊 是啊 那大陸會爆 台灣會爆 可是戳破這個國王新衣的是誰 總不能只是中天吧 必須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那他要戳破這個新衣的時候 他就要有一套說法 那民進黨那個時候就會去壓國民黨 說那你國民黨就能夠叫 中國大陸重新承認進限制水域嗎 你懂我的意思 因為那條蟹已經被越過了 這不可逆嘛 那民進黨就是這樣啦 這就是他壞的地方啦 你知道嗎 他造成這個結果 然後現在麻煩來了 然後他就兩手一攤 說國民黨不然看你拿出什麼方法 叫他解決 不就是他拉你下船你知道嗎 就拉你下水啦 把我們一起拖下水 把你一起拖下水 那他抗中保台比你厲害 那國民黨就會陷於一個 一個尷尬的狀況 因為國民黨的人我認識很多啦 很多人對兩岸其實非常不熟 非常不熟 亮哥講的是他擔心一件事啦 就是民進黨每次遇到這種事 就會拉著國民黨要一起 同一戰線 槍口對外嘛 對 然後國民黨就會有很多人 為了耐不住壓力 他就跟他們一起去譴責 就會這樣啊 一起採取對抗的行動 就這個時候你還不共復國難啦 民進黨就來了嘛 又是同一個 又來了 你如果沒跟進 他就說 你是同路人 就是這樣嘛 就把你統統打成 他就都在玩同一個遊戲 協作者 所以我才說 你兩岸立場要很清楚 說得出一套道理 你才能夠跟他對抗 不然他就玩來玩去 都是這樣玩的 就是被牽著鼻子走 對 真的是這樣啦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 在今年還有就是 美國的總統大選嘛 那美國總統大選 當然是簽了美中台的局勢 國安局呢 在下個禮拜3月11號 要來到立院做專案報告 專題報告 那台灣大選結束了 美國大選要將至 中共除了加強鞏固國際一中的格局 亦持續藉由 映然兩手策略 對台灣來進行一個壓拉的操作 好 我們可以看到 並且呢 根據這個書面報告 現在表示說 在美國的先總統拜登 美國前總統川普 兩黨主要的總參選 雖然在這個部分 對外的政策立場 有存在的差異 但是呢 都是把中共視為一個挑戰 這是美國兩黨的一個共識 好 在這個部分 我們請教亮哥 我認為今年美國的選舉 因為一定要有差異才吵得起來 所以兩黨是在比賽 對中國強硬 可是坦白講差異不大 所以我反而覺得 你不容易看到對中國的辯論 反而差異會是在 比如說他認為你經濟做了差 反移民做了差 然後民主黨去攻擊共和黨說你 那個不讓人家有墮胎權利啊 那還有這個 烏克蘭戰爭啊 怎麼收尾啊 這一類 這個會是他們的 差異 會是一個重大辯論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做好日常的保養 給你擁有 來自鼓用 吧 作為貝爾 其實整個 magical快樂 你做好日常